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容易违反 规模就是今天讲的制度 讲的规矩 所谓家有家规 过有过法 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大家在一起生活 就一定要有规矩 没有规矩就乱了 团体越大 当然 规矩越多 也要严格 我们是团体当中的一分子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破坏规矩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 自己以为自己有太群 可以不遵照规矩来办事 这个错了 团体的兴旺 社会的安慰 都是这些法令 规矩在保护我 一个有得心的人 有识问的人 有良心的人 一定非常尊重制度 遵守规矩 决定不敢 紊乱 紊乱不但你破坏这个团体 这个注决里面讲 实实实在在是伤天离坏良心 我们听到这个话 哪有这么严重 细细思维确实如此 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 你能够用特权 别人也能用 于是国家法令规短虽然有 不能执行 不能执行 团体虽然定的有规矩 我们寺院里面有常住公约 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 这个规矩 规约 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 等于一张废体 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 我们也能想到这个道理 知道这些四十真相 特别是佛门 我们遵守戒律 遵守规章 就是尊重佛法 就是尊重社会 尊重一切中心 离于事 都必须通达明了 决定不敢毁约 其敢破坏 这些四是在讲古今中外都有 这是人类一种不正常的心理 这个心理从哪里生的呢 从娇慢生的 骄傲 我比别人强 别人不如我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别人不能做 别人要守畏惧 我可以不守畏惧 从娇慢心生的 极重的烦恼啊 极重的烦恼啊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 贪嗔痴慢 不但扶不住 实在讲天天在增长 那么他也信以为常 不知道改故 纵然天天读圣仙书 甚至天天有机缘 温佛法 听到圣人教诲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已经养成习气了 因于所谓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所以不是本性 他养成习性 习性 时间久了 也不容易 改掉 也因为这个事实 所以古人 垂训 教学要从孩童教起 好教啊 中国的圣人 更是了不起 从胎教开始 母亲怀孕 就开始教育他的小孩了 日常生活当中 习心动力要纯正 情绪要温和 举止要安详 迎向胎儿 所以从胎教时 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了 以为这个好像太过分了 做父母只顾自己 不顾下一代 这是对社会不负责的 对国家民族不负责 对一切众生的父子不负责 不负责人 就造罪业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有许许多多的灾难 天灾人祸 追溯其原因 就是不负责人造罪业 所感到的国宝 虽然佛菩萨慈悲 无量寿经上讲的几句话 仙人无知 不识道德 仙人是长辈 前辈 他们没有教我们 我们怎么会懂得呢 像我这个年龄 还受了几年教育 不多 年三年而已 以后 就遇到日本人 清日中苦 八年抗战 这个期间流利失所 我们很小 离开家庭的 跟着学校 不错 学校的老师好 那个时候的老师 跟现在做老师的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对老师的问得 永远不忘 老师代替了父母 这个样子 常常听老师教导 懂得一点道理 这个根是从这里砸下来的 那么像这样的好老师 把学生当做儿女看待 认真负责的教养 现在也遇不到了 实在说 有这种热心 慈悲的老师 学生也遇不到了 世风日下了 所以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李老师就常常感慨 他真的是想传道 没有人接受 没有人真正可以 没有人一教奉行 不能够一教奉行 佛菩萨 佛菩萨来了 也没有办法教 你所爱的 你所喜欢的 不过是表面上一点常识而已 喜欢听 喜欢说 你做不到 你也不愿意做 你还是随胜烦恼吸气 换一句话说 你还是造轮回业 你还是明不了三图国宝 你还是明不了三图国宝 这个 叫真正善知识 看到寒心 善知识慈悲不能不教 总希望听众当中 有一两个觉悟的 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觉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十万人当中 有一个觉悟就了不起了 这个善知识到这个世界来 就算没有白来了 所以我们看古今中外 大善知识传道 一生能得一个集成的人 就非常满意了 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 这个例子很多很多 一生都遇不到一个 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 真的明白 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 廖凡先生讲 微信 造作一切物业 握爆的恐怖 我们就不敢了 那么这些国报 都摆在我们眼前 只要你头脑门静一点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看看别人的苦报 想一想 想一想 它是什么业因造成的 我有没有造这个业 我将来 会不会受它同样的过报 看看地狱 看看地狱 看看卧鬼 看看出生 所以古时候 每一个县城都有个城隍庙 城隍庙里面都塑造地狱变相土 它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了 让你看看地狱里这些状况 告诉你 什么样的因 感什么样的过报 不是吓唬人的 是叫人去反省 这个是事实 不是想象 学佛 从哪里学起 从改造心理做起 现在人讲的心理见识 心理见识最重要的一部今天 地藏菩萨本元经 地藏有三经 地藏十轮经 战茶善悟叶报经 这是地藏三经 大乘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常常常读识 明了 夜阴古报的道理 你自然就能够肯定 你自然有三个人 正常识 正常识 中不善的因 决定的不善的国 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回头 务必要心善 念善 行为善 先做一个善人 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 第一步是教你能够保住人生 不度我道 把度我道的业因统统接触 太上这一大端 你看他讲的善 不度我 讲的这个我 比善要多两倍 为什么 用心我们很清楚 很明了 希望我们不要多我道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的人生 遇到佛法 选择 出家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什么呢 是否会命 维持 发展 如来 家业 我们为这个 那么出家之后 我们做到了没有呢 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心也好 念头也好 行为也好 我出家了 我没有 我没有认真 去做序佛会命 去信阳如来 家业 我已经就有 罪过了 我们举个简单的意思 就说 你被任命 为一个学校校长 你心也很善 念头很善 行为也很善 没有一点缺点 你没有教学 你没有为学生 聘请好老师 让学生天天 慌我功课 你不能说 我很善良 我没过时 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 那就是你的过时 这个道理不难懂 大家都能够理解 我们今天穿上这个衣服 衣食住心 接受 善性的四肆供养 我们做了些什么 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我们穿这套衣服 骗取善性的供养 现在佛华讲 道戒 我们是道心的 我们假戒佛菩萨的皇子 欺骗一切众生 没有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 还要破坏规矩 还有忌妒障碍 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愚痴 为什么愚痴呢 贪嗔痴慢的烦恼 太重了 自私自利的念头 太深了 念念 总是想压过别人 念念呢 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 不知道啊 这个念头是罪业 正是地藏经上所说的 因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我无不识罪 你要是发展到行为上 那罪就更重了 我们这一生 还求得度 求了生死出三界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希求 是个梦想 怎么能实现 如果真的 要使我们的愿望成真 没有别的 唯有意教风险 深险的教会 天天要读 思维精益 这个礼物 这个礼物 精药的一礼 付诸实实 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 出世代人 一定要 一定要守规矩 一定要守规矩 要成人之美 一定要爱惜 欺负 希望人人都能够 享受到 长存此心 长修此心 我们前途是光明的 如果我一翻 眼前涂一点痛快 后骨不看 后骨不看谁想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要认真 好好地去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